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就麻烦了 所以我们的老祖先就是福西式了 他就用两个简单的符号 说明什么叫变化呀 一条横线实实在在的称作羊瑶 一条横线断了一半的变成阴瑶 什么叫瑶 瑶就是效法的意思嘛 我用阳瑶代表主动力 用阴瑶来代表受动力 主动受动 加起来 先变再化 就成为变化了 这非常聪明啊 两条横线就够了 但是你光是讲两条横线 两个阴 你能代表什么呢 所以就需要怎么样 把它组合成为三条横线 为什么需要三条啊 因为上有天下有地 人在中间 无三不成格局 所以基本的三窑出来之后 几个卦 八卦 两根因是二 二的三次方就是八 数学也跟这个有关了 所以基本的八卦来了 它只有三窑 就代表自然界的八大现象 像天啊地啊雷风 泽跟山 还有什么火跟水 就八个自然界最大的现象啊 知道现象之后呢 怎么办 把它组合起来 基本八卦两两相合 变成六十四卦 这个时候每一卦就有六窑了 二的六次方不是六十四吗 你说这怎么老跟数学扯在一起啊 在十七世纪的时候呢 到十八世纪之间 传教士把我们的译经啊 翻译成拉丁文 翻成拉丁文 传到欧洲 欧洲最有学问的人啊 抢来看 一看了之后发现 这跟数学有关 于是有位学者 就是发明计算机的 莱布尼茲 他就写边论文 这论文今天还在哦 就是说用一跟零 二元对数 组合成了新的思考模式 副标题就提到福西市 这是我们中国老祖先啊 多少年前呢 五六千年前啊 就知道说我用一个阳窑 一个阴窑 作为基本的符号 结构起来之后 可以代表自然界的各种现象 基本上是六十四个大的格局 把它转到人间 六十四种特别的遭遇 每一块有六窑 加起来就变成三百八十四窑 每个窑代表不同的位置 这一来的话 什么事情都在里面呢 所以在这个时候先说明什么 谁画的卦呀 福西市 福西市后面是神龙市 后面才有皇帝哦 皇帝的时候才造字啊 猖截造字 所以以前的《易经》 只有六十四个图啊 造字之后呢 夏朝 商朝跟周朝 各有它的版本 但可惜啊 夏商两代的版本不见了 所以今天讲《易经》就是周易 周易怎么写的啊 商周王末期啊 就把那个西伯 就是后来的周文王 抓到尤里关起来 今天在河南省啊 还有尤里城 还特别告诉你 周文王在这边写的《易经》的文字 写什么文字啊 六十四卦梅卦写一句话 三百八十四窑梅尧写一句话 他写什么 他写的就是今天的大数据啊 他在西边当大诸侯 德行 能力 智慧 都是第一流的 他把它长期以来观察 各种情况的心得 还根据各种不断的沾卦的结果 把它综合起来 写成这些卦词 谣词 《易经》就成了 但你如果只看这一部分的话 点多二十页搞定了 那为什么现在《易经》这么厚呢 还要到孔子出现 孔子第一个非常好学 古代的学问没有不通的 第二个喜欢教书 这一来就跟着学生啊 一代一代 好几代的努力 写成了《易传》 《传》是解释经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今天的十三经啊 里面第一本就是《易经》 里面包括经跟传合在一起 你没有那个《易传》的解释啊 你看不太懂 我以前学《易经》的时候 打开一看 第一卦 前卦 代表天 一看 哎 他在写什么 乾隆勿用 谢隆在天 非隆在天 抗隆有悔 还乾隆无守呢 我还以为是什么 降隆十八掌 后来才知道啊 他跟那个武侠小说没有关系的 那为什么讲到那么多龙呢 很多人听到龙就傻眼了 中国人认为自己是龙的传人 但真的有龙吗 你不要担心 前卦空卦总共出现几次啊 总共出现六次 龙这个字 后面就没有了 后面慢慢出现了什么 马 牛 羊 老虎 还有一些鱼啊 连狐狸都出现了 代表什么 已经用各种象征说明 人间的各种状况 他就可以用来预测未来了 什么叫变化 有过去 有现在 还有未来 过去的你可以去认识 现在的你可以去把握 未来呢 你再怎么聪明 一句话 人算不如天算 未来就是跟天算有关啊 所以古代的帝王呢 至少从下朝开始 天子有一个重大的抉择的时候呢 怎么办 考虑五方面 三方面是人在考虑 两方面就要问天的意思啊 人怎么考虑 天子自己想清楚 你在最高的位置看到全局啊 然后问部门的领导 你是负责国防的 负责经济的 你应该最清楚啊 再问老百姓的意见 三方面是人的想法 另外两方面呢 杀一个是乌龟 用龟壳来粘 后面的甲骨纹这样来的啊 另外就是用丝草 今天河南还有啊 丝草 五十根 要来粘 那个粘完毕就用意金来解 三个是看人意 两个是看天意 合起来之后 有点像多数诀啊 很民族啊 并且用理性思考 然后再告诉你 去问天的意思 非常合理 也没有什么明性的问题啊 那你说 这个张卦准确吗 心理学家 他研究这个心电感应 得到一种原理 叫做共识性原理 什么叫共识性原理啊 同时发生的是 它有内在的关联 这一项你就要注意细节啊 我举个例子 中国到后来啊 有科举考试 很多人啊 一考考好几年啊 考十几年的都有啊 好 我今年一去考了 前几年没考上 我正在想 今年的考运如何 正好听到喜鹊叫了 哎 好兆头 果然考上了 另外一个朋友 他在想 他在烦恼 今年考验如何 听到乌鸦叫了 你说 结果怎么样 一经的张卦就是这样子 同时发生的事 有内在的关联 所以你学会一经张卦的话呢 你不能先存有 我要一定要什么结果 那是你人的主观意愿太强没用的 你也不是完全天天由命 他有一套张卦的程序 粘出来之后呢 就让你知道 哪一卦哪一窑 窑词怎么写 写了之后你怎么解 举个例子 有一次呢 我从北方要到南方搭飞机 南方正好有台风 我在车上就担心了 就骑一卦 一站站到什么 站到尊卦 乾坤尊蒙 第三卦的尊卦 第四窑 六四 上面写什么 骑上马也团团打转 我今天要搭飞机 又不是要骑马 哎 你要转过来啊 古代的骑马是比较快的交通工具啊 跟你今天搭飞机 类似的情况 那既然骑上马 团团打转 代表我今天坐飞机 一定是有问题了 果然 颁风来了 你如果坐的话 你这个飞机啊 到不了家 在中间要停下来 我知道第二天再回去 这就是我的经验了 这种沾卦 我累积了 二十几年的沾卦的经验了 有三句话 毕竟这种学问 你不学一定不会 学了不一定会 但学会终身受用 毕竟到底有什么样的具体的内容呢 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我们刚刚讲的像素 数字跟它的挂像 你给我什么数字 或者我用什么方法 粘出什么数字 这个数字就带来挂像了 反正六四挂嘛 它有顺序的 有基本的结构的 那挂出来之后就要看哪一摇啊 从小王上六个摇 挂代表大的格局 代表时 时间的时 时是形势比人强 就这意思 摇代表位置 所以毕竟最讲究时跟位 这两字 你时事很好 格局不错 你位置不对 没用啊 只好慢慢等待 更好的机会 第一个是讲这个像素 古人用的很多很多的 第二个是讲什么 义理 义理就是做人处事的道理 这个是在后面的义传 发挥的最多 讲到义经的义理啊 有两个词 很值得记下来 第一个是什么 居安思维 当你安全的时候就要想到危险了 说实在两年多以前 谁想到这个世界 会变成这个情况呢 所以你在安全的时候 想到有危险 你就要小心谨慎 准备着 就靠这四个字 居安思维 保你平安 第二个呢 是乐天之命 什么叫乐天之命啊 天代表大势所趋 大家都一样 你不乐天也不行啊 你说我要抱怨 那是哪一个人不要抱怨呢 抱怨有用吗 没用 那你还不如比较正向的 积极的看待 知命更重要了 什么叫命 个人的遭遇叫做命 每个人遭遇不一样啊 你要了解自己的遭遇 怎么回事 知不知以性格的问题啊 知不知以以前做的很多选择是不对的 所以今天呢 才会有各种复杂的状况呢 所以乐天之命 加上前面的居安思维八个字 就保你一生平安啊 有许多事情啊 你粘出来结果 每个人粘的都不一样 每个人的食运不同啊 所以你粘到的时候 你就不要觉得 有任何情绪的反应 我自己学《易经》之后呢 除了经常读它的内容之外呢 每三个月再一次食运 为什么要三个月 三个月是一个季节嘛 季节变了什么都变了 比如说我上次粘的运气不好 我就收敛啊 粘的运气好 我就放手做 有什么计划 不用担心 你就放手做就对了 水到渠成 到时候就有人来帮你忙 太神妙了 老祖先给我们的这些经典啊 每一步都有它不朽的价值 我觉得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步 很多人问说 《易经》是不是算命的书呢 不能那么简单的说 在古代的话 它只希望四个字 屈吉避凶 到后代的话呢 到了儒家出现之后呢 就会告诉你 要讲道义啊 你为了道义而牺牲生生命 也在所不惜 跟那个屈吉避凶不一样咯 因为开始的时候 只为了求生存嘛 你说福西式 福西这两个字也很有意思哦 一方面叫做 寻服各种野兽 另一方面呢 福西式也写成包西式 这个包就是跟厨房的袍通用的 教你开始主动于吃 把生食变成熟食 生体更健康 对于这个老祖先呢 是特别重要的 我们经常讲这也是 盐黄子孙啊 盐就是神龙氏 黄就是皇帝 没想到前面还有福西式 我们现在就要调整自己的观念了 知道说我们中国文化 博大今生啊 从义经开始 毕竟义经这本书啊 永远研究不完的 为什么 那它可以预测未来啊 可以预测未来的书 那你说 什么时候可以让你念完呢 不可能 未来千变万化 最到最后总结为 你对自己的修炼 三方面 德行 能力跟智慧 德行好的话呢 逢凶化疾 什么都没有问题 能力强的话呢 你可以解决问题啊 智慧高的话呢 可以比别人先看到下一步的发展 做任何事情啊 事半功倍 效率特别好 所以我们今天第一集 先介绍了义经 或许还会陆续谈到中国重要的经典 我们这一集就谈到这里 我是傅佩荣 谢谢 谢谢 你的收看 好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